烧杀刺猬,厄运连连 哦,这个村子真是偏僻啊 你们看,这里还有土墙建的房子呢 是啊,这里真的非常乡下呀 我们今晚就要在这里过夜 是啊,天色不早了 我们找一户人家住一晚,休息一下 明天再朝那座山出发吧 热情浩客的村民将这群旅友 安置在了一栋老旧的空房子里 你们今晚就在这里休息吧 一会儿,我给你们拿些棉被来 大哥,不用那么客气 我们背包里有睡袋 你能给我们腾出一间避风的屋子 我们就已经很感谢了 是啊,如果不是来到了你们村子 而且又遇到了你这么热心 我们就只能在野外过夜了 你们太可惜了 你们不嫌弃这个屋子破旧就好 好了,早点休息吧 明天一早来我家里吃早饭 那就谢谢大哥了 这个房子又老又破 是我这辈子第一次见过这么简陋的房子啊 大哥能给我们找个屋子睡就不错了 睡在这里总比睡在野外好 是啊,至少这里不会有蛇蝎什么有毒动物的 怎么会有声音呢 半夜三更的你不睡觉在干嘛呢 你听,那是什么声音呢 哦 哎呀,那里的确有什么东西 不会是老鼠吧 你们在干嘛呢 这么晚了不睡觉还在低估什么啊 那里,那里有东西 哦 难道那里面有老鼠 我们过去看看 是刺猬 原来是一只刺猬呀 哎呀,这个家伙竟然不怕人 哎呀,你这个家伙想要干什么 还想攻击我呀 嘿嘿嘿嘿,抓到了 阿文,你这是要干什么啊 你不知道啊,这是难得的野味 今天晚上我们有宵夜吃了 嘿嘿,是啊,好久没吃烧刺猬了 你这么一说我还真有点嘴馋了呢 这东西浑身是刺,怎么能吃呢 我们用黄泥将它包裹起来 然后都进火里将其烤熟就行了 没错,烧烤刺猬的味道非常棒 你从来都没有吃过吧 一会儿让你多吃两口 哈哈,那我这就去找黄泥 你们赶快一点,生火 就这样,这群驴友将抓到的刺猬给烧烤吃掉了 第二天,村民看到残骨 不由得大吃一惊 哎呀,你们昨晚在这里做什么了 啊,大哥,我们昨晚在这里抓到了一只刺猬 你们,你们怎么能吃刺猬啊 一开始我们也没想要吃它 谁知道这个刺猬不但不怕人 反倒还想攻击我们 没错,没错,它胆子实在太大了 见了人不但不躲还想伤人 所以我们就把它给抓住吃掉了 你们是在哪里发现它的 就是在那里 天啊,这里还有刺猬啊 看起来这几个小刺猬 应该是刚生下来不久的 哎,没错 现在你们知道那只刺猬为什么不但不逃跑 反而朝你们发起攻击的原因了吗 它这是想要保护自己的孩子呀 我们又不知道这些 吃都吃了,后悔又有什么用呢 对啊,反正我们已经将它吃了 吃了就不后悔 你们怎么能这样说啊 我劝你们还是赶快诚心忏悔吧 要知道在民间 刺猬是为称作白仙的 他们是很有灵性 你们这样造业是会遭到果报的 啊,我们该怎么做才能得到它的谅解呢 你们应该将其一股掩埋 然后为它送念三日大悲咒回下 并进行忏悔 而且还要发誓 今后再也不会伤害刺猬一族 这样才能得到它的谅解 三天,我们哪有那么多时间 不就是一只刺猬嘛 我就不信它能把我们怎么样 这群旅友根本不相信什么报应 他们离开了山村朝山林出发 经过了整整一天的跋涉 天黑之前 他们在山坡的一块空地处搭起了帐篷 唉,爬了一天的山 今天只能在这里过夜了 我刚用酒精炉烧了一些热汤 大家先喝点暖暖身体 要知道一碗的山风可是很冷的 山风冷点倒是没什么 只是不知道这山林里有没有什么野兽出没 野兽?要是有野兽来了 我们就抓住它烤来吃 想到昨晚的那只刺猬味道还真是不错呢 你怎么还惦记着那只刺猬啊 你没听大哥说吗 刺猬是很有灵性的 伤害了它是会倒霉的 这话你也信哪 好了,我们在帐篷外点一堆篝火 这样一来,即便山林里有野兽 它们也不敢靠近我们的 嗯,这个主意不错 然而到了晚上 当大家都在帐篷里熟睡的时候 一阵山风将一节带着火星的树枝 吹到帐篷旁 火很快将几个帐篷烧着了 不好了,起火了 大家快出来,快出来 救命啊,我的帐篷打不开 快来救救我 哎呀,不好 快帮帮阿文 否则它会被烧死的 阿文,别怕,我们来帮你了 快,拿刀子把帐篷割开 哎呦,好痛啊 唉,它伤得不轻啊 天亮之后 我们就下山找辆车返回吧 是啊,好端端的突然起火 这事也实在是太奇怪了 你们说,这会不会是刺猬来复仇了 我们将它烧死了,所以它也要烧死我们 哎,你在胡说什么呀 这只不过是个意外而已 天亮之后,他们一群人相互搀扶着来到了山下 然后,来了一辆村民的过路车,准备离开这里 你们运气真好,遇到了我 要知道这里很少有车辆路过的 大哥,今天真是太感谢你了 如果不是你,我们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呢 没什么,只是顺路罢了 我在镇内开了一家烧鹅店 每周都会回村子里收购一些鹅 刚好今天我来村子里收鹅 否则,你们就只能步行走回村子了 哎呀,他烧伤的地方不能被感染 我看还是赶快送他去镇上的医院吧 是啊,还是赶快去镇上看医生,进行治疗吧 我和你们说过,要忏悔沙叶,可你们就是不听 忏悔沙叶,你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是啊,他们做过什么事情呢 面对旁人的疑惑,这位村民便将昨晚 他们杀死刺猬烤了吃的事情说了出来 原来如此啊,这么说,你们今天这是遭受到了果报啊 是啊,白仙很有灵性的 我看你们还是赶快向其认错谢罪吧 果报,难道我们这真的是遭受到了果报 你们不要听他们胡说八道,什么果报 不就是杀了一只刺猬吗,有什么大不了的 这世上哪有什么果报 以前有人说我天天杀鹅会遭果报 可你们看,我还不是好好的吗 就是嘛,所谓的因果报应都是假的 现在最重要的是,赶紧将阿文送到医院救治 是,没错,我看还是用我的车车载你们到镇上的医院吧 就这样,这位村民继续载着这些旅友们,朝镇上出发 然而,当他们走到半路,那辆农用车突然失控 一下子跌落到了路边的沟里,并且燃起了大火 救命啊,快来人救救我们 救命啊,救命啊 啊,难道这真的是果报降临了 自卫菩萨,我们知道错了,您就放过我们吧 最终,几位过路的村民赶来扑灭了火 但是他们无人却被严重烧伤 因果啊,是这样的真实不虚 如果种下了恶果,要赶快忏悔改过 且多做善事来回向冤亲寨主 唯有这样,才能解冤世结的啊